住房的佳景 你可以拿來買房子 完貸款啊 或者是你可以用來租房子啊 每個月呢 阿兵哥可以拿到 大家好 這裡是肥仔阿兵哥Henry 那之前呢 一直有朋友問我說 那阿兵哥 在美國當兵的話 你到底可以賺多少錢呢 你現在每個月 可以拿到手有多少呢 那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先要向大家解釋一下 那美軍呢 現在呢 是有六大軍種 就是陸軍 海軍 空軍 海軍陸戰隊 海岸衛隊 和太空軍 那這六個軍種呢 每一個軍種 他們都有兩個等級系統 也就是一個是士兵的等級系統 從三等兵一直到軍事長 那一個是軍官的等級系統 從校衛呢 一直到上將 那這兩個等級系統 我為什麼要拿出來講 就是因為 其實呢 在美軍裡面呢 你的薪水 每個月拿到多少錢 那其實跟你在哪一個軍種 甚至跟你做哪一種職業關係 不是非常大 主要的關鍵呢 是在於 你是哪一個軍銜 你在軍隊 有待多少年 也就是你的軍靈 那這裡軍靈的話 我們是計算現役軍靈 如果你是預備役的話 或者你是國民衛隊的話 這個軍靈就是不同 那我們現在是講現役 那現役的話 那我們兩個系統 剛剛我講的 從三等兵 我這是以陸軍為例 就是從三等兵開始 三等兵 二等兵 一等兵 或者叫上兵 下士 中士 上士 然後到一級士官 然後到士官長 再到軍事長 那這是九個等級 那這是兵的系統 那官的系統 就是從少尉 中尉 上尉 少校 中校 上校 再到準將 然後到少將 中將 上將 這樣子九個等級 也就是說 軍官系統和士兵系統 每一個系統 其實都是九個等級 這就是說 每個系統九個等級的話 你的薪水 每個月你拿到多少錢 是跟這個有關係 還有就是跟你在軍隊裡 服現役多少年 以我個人的為例 然後我在軍隊呢 今年已經是第七年了 那七年兵 然後我現在的等級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Ramp 這個標識 就是說 這是中士的意思 那中士在Army 就是在陸軍 每個月我可以拿到多少錢 然後讓我告訴你 美國陸軍 或者是叫美軍 那每個月的薪水 是怎麼組成的 首先呢 我們會有一個底薪 這個底薪 這個底薪的話 以我現在這個等級為例 那我現在的底薪是 3187每刀 也就是說 每個月 我的底薪是3187 那除了這3187刀的 基本薪水之外呢 每個月呢 還有一些不同的加級 那其中最可觀的一筆呢 就是 住房的加級 那這個住房加級的話 那我現在每個月 就是可以拿到2170刀的住房加級 那這個住房加級的話 你可以拿來買房子 你可以拿來買房子 完貸款啊 或者是 你可以用來租房子 都可以 看你自己想要怎麼樣去花這個錢 沒有問題 這是給你的薪水 一起發給你 這之外呢 我還有另外一個加級 這個加級呢 是類似於食品加級 那這食品加級呢 大概有386刀的樣子 也就是每個月 這個加級386刀 也是和剛剛的 我剛剛講的這個住房加級 以及基本的薪水 一起發給我 那除了這兩份加級之外呢 我還有另外一份 就是因為這裡的物價太高 他每個月呢 還要給我400多刀的一個 高生活地區的這樣一個 額外的加級 那這三個加級之外呢 我還有一個50刀的加級 這些加級呢 是類似於 因為我是在住韓國嘛 那住韓國的話 那是介於一個非戰區 和一個戰區之間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可以每個月呢 多拿到50刀的一個額外加級 那這些所有的加級 和基本的薪水呢 加起來 我大概每個月呢 可以拿到6000多刀喔 6000多刀 呃 拿完稅之後呢 還有6000 貴一點 也就是說喔 每個月呢 阿兵哥 可以拿到6000多 也就是說喔 阿兵哥一個七年的 中式喔 那我可以每個月 十拿到6000多刀 6000多刀呢 也就是大概 15萬新台幣以上 剛好超過15萬 呃 用人民幣來算的話是 大概4萬左右 那可能會有人問喔 那如果我剛剛進軍隊呢 剛剛進軍隊 那我就以一個 呃 二兵為例好了 就是二等兵喔 比三等兵高 以及二等兵為例好了 那二等兵的話 這個二等兵的基礎的 薪水的話 是2001每刀 這是他的基礎薪水 那他的住房加急呢 還是大概2000多 2154刀的住房加急 那2154刀的住房加急之外呢 他同樣呢 還是有 餐廢的加急喔 這餐廢加急的話 是跟我一樣 也就是386刀的 餐廢加急 餐廢加急之外喔 如果呢 他是跟我在同一個住地的話 他可以每個月多拿到 340刀的一個加急 那我是可以拿到400多 那因為他是二兵喔 只能拿到300多 這之外呢 他也可以拿到這50刀的一個 因為派駐到韓國這裡來 這樣的一個額外加急 也就是說呢 這樣子的一個二兵喔 他所有的加急 和他的這個基礎的薪水喔 加起來 如果喔 算他還沒有在軍隊喔 還沒有在軍隊裡面 待過 待超過兩年喔 那他的這一個月的薪水 和加急 加起來的話 大概是4900刀的樣子 也就是我可以拿到6000多 可是他可以十拿 可能在4600左右 也就是說喔 我和這二兵之間的話 這個差異呢 只有一千多刀的差異而已 每個月十拿到的這個薪水喔 我再舉一個例子講好了 我現在的這個老大呢 他是一個 Lutnant Colonel 也就是一個中校 那這個中校的話 他在軍隊已經24年 限役24年 24年中校的話 他的基礎的這個薪水喔 每個月可以拿到 差不多是1萬1千刀 1萬1千每刀 加上他還有2700多的住房加急喔 然後再加上 因為他是軍官喔 軍官的參費加急 會比我們呢 會比士官和士兵的這個 等級要少100多刀 那他有200多刀的這個參費加急 參費加急之外呢 他同時還有大概650刀的一個額外加急喔 這之外呢 他同時也可以拿到這50刀的 因為住函的這個加急 也就是說喔 我這個老大呢 他現在每個月到手的10拿喔 大概是在1萬1千刀的樣子 也就是打過稅之後呢 1萬1千刀的樣子 所以我這樣子講 大家有理解嗎 也就是說喔 我剛剛舉例的 這樣子的一個 還不到兩年軍靈的一個二兵喔 4600左右喔 10拿每個月 那我是一個7年的中士喔 那7年中士 我的10拿的話是6000多 我的老大呢 他是24年的一個中校 那中校的話 他的10拿大概是1萬1千多每刀的樣子 這些都是10拿喔 都是你打過稅喔 交過健保之後 所有東西都交完之後的 這樣的一個 你每個月可以拿到口袋裡的錢喔 除此之外呢 這些薪水呢 會隨著你的軍靈的增加 就是你每多兩年的軍靈呢 你的薪水就會增加幾百刀 除了每多幾年 你的薪水會增加幾百刀之外呢 每一年喔 這個薪水喔 加上所有的家籍喔 都會大概上幅 大概2%左右喔 也就是說 哪怕是你的軍靈沒有增加喔 就假設你的軍靈沒有增加 可是 因為喔 已經到下一個財年喔 那這個薪水呢 和你的家籍 一定會有大概是2%左右的 每一年2%左右的這樣的一個上幅喔 升上兵 你只需要6個月 也就是說喔 你當一個二兵 當6個月 只要你沒有犯任何錯喔 那你在6個月之後呢 你就會升到上兵 那上兵到下士呢 上兵到下士呢 需要一年的時間喔 一年的時間 然後你還要去士官學校 學一個士官的基礎 領導力課程 這個課程畢業之後呢 在ARMY的話 那你就可以成為一個下士 那下士到中士呢 可能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我從下士到中士 大概花了兩年的時間 兩年時間提升到中士 中士之後呢 再升上士 那上士大概還需要 大概兩年左右 那也就是對於我而言的話 大概是明年的樣子 我就有可能去升一個上士了 那上士之後呢 還有一個一級士官 也就是第七級的兵的等級 好 一級士官之後呢 還有就是士官長 再往上一層的就是軍事長 也是這樣的九個等級的 通常而言的話 如果你在陸軍喔 你是一個上士 也就是比我現在等級 再高一級 那我就可以待二十年 然後待到退休 但如果你是一個軍官的話 你就必須要至少要升到少校 才可以待二十年到退休 那在軍隊的話 你想要退休喔 現役的話 那你一定要待滿二十年 這是最基本的 那你才可以拿到你的退休的終身份 可能有的朋友是在北美喔 在美國或者是在加拿大 然後你會想說 如果我是一個programmer 也就是一個城市設計師的話 那可能我可以賺很多錢 我可以賺可能是 一萬美刀一個月喔 你的薪水 那我為什麼要來當兵呢 當兵你才 你當青年兵才拿七千多 那其實這也是對的 但是你要想到喔 我這七千多是十拿喔 十拿七千多喔 你在民間的話 大概是至少是八千多的月薪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才可以有大概六千多的十拿 這也是真的喔 因為呢 所有的我們的加級呢 是不用扣稅的 所有的我們需要扣稅的部分呢 只是基礎的薪水 但是基礎的薪水的話 其實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加上加級才是我們拿到所有的錢 也就是說喔 每個月呢 阿兵哥在現在可以拿六千多 大概也就相當於喔 是在一個 民間工作喔 拿大概八千多月薪的 這樣的一個人喔 所以你們覺得呢 是在軍隊好 還是在 民間好呢 那阿兵哥今天呢 剛剛正好是在 于北城將軍的這個 聊天室裡面喔 聽他有講說他當少將的時候呢 他的月薪喔 才十一萬新台幣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是一個中士 那我現在可以拿到 超過十五萬新台幣的月薪喔 他就笑了 其實呢 除了這些薪水之外呢 在美軍裡面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軍種 不管你是在做哪一個職種 那你還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福利喔 包括這個加級喔 包括這個加級 如果你會一些特別的語言 是軍隊所急需的 那你每個月呢 還可以獲得一些語言的加級 那會國語呢 現在他沒有特別的語言加級 除非呢 我是做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是 需要我用國語來完成的 那我會有特別的語言加級 那之外的話 我是不會受到這個加級 可是如果你會一些其他的 特別的語言喔 那軍隊其實是有一個 是有一個 也有一個清單喔 在清單上面就有一些 特別的語言 是軍隊現在需要的 如果你懂任何上面的 一個語言的話 那你每個月就可以 多幾百到一千刀的加級 額外加級 呃 這之外呢 其實軍隊還有很多 其他的別的福利喔 那這個就留待呢 我們下一次來講 所以說 下次見